蘋果播客請你來做客 今天來做客的是我們的來賓 顏雅倫 嗨大家好 我是雅倫 雅倫應該知道我們今天要聊的主題對不對 知道 但你說這是參考用嗎 不是 是提綱參考用哦 主題是真的哦 但會不會走偏歪樓 我就不確定了 這就看各位記者們跟我的默契了 當初為什麼會找你 How to say no這個 你應該知道 我覺得你很適合 嗯 因為還是我有錯覺 我們有錯覺 其實你在某些方面 你也沒有辦法那麼 好好的去拒絕一個讓你為難的事情 應該說我以前也是會 盡量去討好身邊的人啦 所以曾經也是一個 doesn't know how to say no的一個人 嗯那 可以講一下那個狀況嗎 狀況就是當然 然後我自己的例子來說 就是藝人嘛 那 那其實身邊周遭都知道 就是你要去維持人際關係 你必須要去維持好關係 你才有辦法就是在各方面都可以 如魚得水 那這一個圈子也說實在 它就是一個人跟人的一個行業 其實大部分的行業都是如此 就是在經營人的關係這樣子 所以你很難去對 或是你很難去設定一個停損點 或是甚至是堅持自己太多的原則去 呃在這個江湖上面走跳 所以你還是 你還是有時候會不知道到底什麼是極限 什麼是Limit 什麼時候該說No 什麼時候我可以 有餘餘去 接收多餘的要求 這樣子 有 我知道在團體的時候會比較難 的確 因為你還要兼顧到其他的團員 對啊 團體更沒有選擇啦 所以就是 比方說團體裡面有很多的選擇是 真的是身不由己的 有時候 因為 個性的差異 然後你要選擇的作品內容不太一樣的時候 你也必須要去 有一些妥協 或是你就是 好吧 那就把自己的感覺感受先關起來之後 就先把這個工作做了 那你也不知道後果跟結果是什麼 maybe你會隱隱隱隱約感覺到 可能這個東西作品對你來說 並沒有太多的幫助 或是 甚至是會有比較停滯的狀況的時候 你還是得要去跟著大家一起 去試 對啊 那其實說實在 你去試之後 你也才知道 這個東西適不適合自己 然後這個造成的結果 是不是你只是想像出來的害怕 或是想像出來的 就是會覺得 那都有不好 說不定它有反面的 另外一面的一個正向的結果這樣子 對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主題 How to say no 其實不是說 一昧的拒絕 什麼都不要 我們是說 如何去拒絕掉那些 其實真的讓自己不舒服 不開心的事情 甚至是不合理的 但是你去隱忍了 但是別人不知道 可能是在 主要是設定在這個狀態之下 所以我其實也蠻好奇 你剛剛講到團體的時候 那時候你 當然很多時候要顧全大局 那你剛剛講說 那你有沒有勇敢的一次表達過 有耶有耶 還是有 那我覺得這個主題更好玩的一個問法是 How to say yes sincerely 反而是我覺得這個主題應該要去觸碰的 因為 How to say no 大家的第一個直覺 或者是大普遍的這個價值觀 會覺得它是一個比較負面的一個做法 因為我是要去拒絕人 但如果你換一個方式去思考說 我如何真誠的說 yes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在不得已的狀況下 那個 yes 都是沒有那麼 sincere 所以我覺得這個主題會比較適合 用這個方式去找我身上 那你要舉個例子嗎 我舉一個比較我自己處理不是很妥當的事情 就是 比方說在團體裡面曾經有一些 團員們他是比較希望 只拍時尚的雜誌 對但是我自己 因為我的年紀跟他們就是最少就是差五歲 所以對我來說 拍那些 比方說以前大家知道的play fans 或是那個color 對我來說是比較合適的 那在這個時候 當三個人都提出這個想法的時候 你自己心裡就會覺得 是不是沒有到照顧我的感受這樣子 但在他們角度他們可能會覺得 我是提早把你拉到時尚雜誌這上面 但是對我來說的話 我沒有他們的歷練 我也沒有他們的成熟男人的 不管是外在的 shape 或是他們的 mind 那些經歷的事情 我其實是在時尚雜誌上面是很難去展現眼神的 所以這一件事情對我來說是我 勇敢的第一次說可以不要跟著這個想法走嗎 的第一次這樣子 成功嗎 有引起討論啦 然後大家有真的去認真的去探索這個問題 其實對於這樣的勇敢得到了這樣的一個結果 算是好事情啦 只是 當時不用想那麼多吧 當時就覺得說 那你們是不是只是敷衍我 然後只是 假裝開一個討論會而已 但是事實上 從現在的角度回想起來 他們也是在做一些嘗試 然後很多時候其實 不管是公司或是經紀人 他們也都沒有面臨過類似的 situation 的時候 你很難去很嚴格的跟他們說 你這樣子沒有做出決定 或是沒有做出正確的選擇 是一件很可惡的事 你回頭在看以前的自走炮狀況的時候 你怎麼看 你覺得 都毫無後悔嗎 我覺得我是在做過我就不會想去後悔啦 當然 回想起來一定有更 不一樣的方式可以去呈現 但是 講真的那時候有那個智慧嘛 不一定有 所以你 你得經過這些 然後你才可以去 重要的是你經過這些之後 你有沒有去 正視它或是去 重新的去檢視 然後在心裡去問自己有沒有更好的 更聰明的或是更 和善的方式去表達 或是引起更正向的一些討論 我是去上一個課 然後這個課其實是會讓很 處於一個很hyper很興奮的狀態 是因為 它不斷的去激勵你重新的去思考 某種生活上面一種pattern的時候 比方說你為什麼生氣 很多的生氣是你想像出來的 很多的東西你可以透過你的整理 找到一個比較舒服的方式去面對這些情緒 然後你不會有增加的那些擔心跟worry 我有那個課反正到最後畢業的那一天 就是會比較 覺得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感覺 然後呢在那個狀況之下 就有其中一個小組長 我先講這個前提就是 這些課程其實是有一個保密協議的 所有在這個課程裡面發生的事情 都不能當外界知道 好 那在畢業的那一天 就有一個小組長 就是很開心的就想跟我合照 但是他想合照的是嘴對嘴的 親嘴的畫面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ok啊 反正大家很開心 然後就let it be 就讓這件事情發生了 然後結果沒有多久才 我走過馬路 他跟你玩那個親吻照的時候 你是覺得說我們已經大家心裡有摸氣 你不可能做出任何事情 然後我也覺得說啊開心就好 我也是在討好 我要讓大家覺得我是一個好親近的藝人 因為在這一點事情上面 我有感覺到蠻好的一個回饋 就是當我真的是去跟別人交朋友的時候 但是這一件事情就已經 逾越了這個line 但這件事情等一下再講 我到了那個餐廳 然後跟我本來更熟的一群人吃飯 然後結果 介紹我去課程那個人就 吃到一半就拿手機給我看 然後就看到他把那張照片上傳 然後他自己的IG上面 那因為我也介紹我這個人 他本身也是走比較火爆的性格 所以他已經帶了情緒給我說 啊怎麼辦 然後我覺得我好後悔 我怎麼會讓這件事情發生 然後我聽了就覺得 喔幹 我也會覺得很不舒服這樣子 所以我也開始生氣了 然後我生氣 我又跳回以前 我運作我生氣跟情緒的那個習慣的方式 炸開嗎 炸這樣我就想要大鬧 我就說那怎麼辦 現在要怎麼處理嗎 然後他就說那我先打個電話給 課程的中心去講 我說你一定要說 而且你一定要叫人家出來面對 就是我 你不是先去叫那個人趕快下架嗎 當然也有 同時也有去聯絡這個人 但當時我沒有聯絡到嘛 就是我這講是比較用我個人的經驗去跟大家去做分享 我當時的感覺感受是我覺得我很生氣 然後我一定要讓所有人也體驗到我的不舒服 所以我想要毀掉這整班課 所有人每個人對於這個課的好的體驗這樣子 喔 對 欸這個排山倒海欸 對 所以那一切都是這樣堆疊起來的 那但是好險 因為這課程就是教你如何面對自己的情緒嘛 我就先冷靜了一下 然後但那個情緒還是很生氣 然後我在甚至是吃完飯 然後回家的那個路上 我還是打電話跟這個我的朋友一直聊說 我這樣我真的很難受欸 然後因為你也知道你 你介紹我到這個課程 然後這課程明明就有簽這個保密的協議 然後還發生這些 而且還是小組長 所以小組長是你必須要run過一整輪 整個課程完整的你才能進來 但你怎麼會發生這件事情這樣子 然後課程裡面很重要的一個 教你如何面對自己的情緒 或是某件事情的一個方法 就是我剛剛說的 找一個負責任的版本 就是 這件事情難道我自己一點責任都沒有嗎 我就開始思考 對啊 是我讓這件事情發生的 我沒有拒絕它 I didn't say no 然後我的背後有一些隱藏性的好處 就是說我要讓大家覺得我是一個好相處 好接近的人 我可以從中得到我的滿足感 這就是我開始思考 負責任版本的開始 然後以至於我可以慢慢的 抽絲剝繭 去除掉 介紹我的這個朋友 他本身帶給我的情緒 然後再把我再更憤怒的那個情緒再剝掉 然後我剩下的就是 其實是我 讓這件事情發生 其實是我 為了自己的一些隱藏的好處 我沒有去拒絕 跟我拍照的這個人的要求 才會讓整件事情發生 其實因為你剛剛在講過程中 我一直抓到一個重點 就是 有點歪掉 就是 你剛剛講說 你決定做這件事情 讓人知道說 你是一個容易親近的藝人 哇我沒有想到耶 你到現在還會這樣覺得 你要做這樣的事情嗎 會耶 你會難以親近嗎 呃 大部分的會 你當然會容易炸開 我知道以前 但是大部分你 我們看到了你還蠻容易相處 因為其實你沒有什麼 因為相較於一般人 你們跟我算是 相對多接觸的人 因為你比較直白一點 對我們是工作上的接觸度 對 但是一般人是透過 媒體透過 社群軟體去認識我 那其實 抽離這個圈子裡面的一份子來看的話 其實我蠻尖銳的 我其實在 我其實在某些真的沒有 平常只是透過新聞事件來關心我 到我的人 他們的反差是會很大 他們會說 原來你是可以這樣隨便聊天的 你可以跟大家一起開開心心的開玩笑這種的 我才驚覺到原來這些平常本來不是在關注我的人 他們對於他們所認知到的亞倫是有這樣大的落差的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有相當大的震驚的程度的 因為我一直也都覺得我並沒有不好相處 就像朋友相處 因為我記得這件事情 鬼歸那件事情 但其實 我沒有真的生氣啊 對 但是把它渲染得好像很生氣 好像他不小心踩了你的雷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對照我的事情就是 也許你們以前相處的時候 他覺得無所謂 但當他在講 可能在美理講 他就是開玩笑 他覺得之前跟你講這個也沒事 所以他就脫口而出了 結果後來那個事漸漸演變成好像是 你非常的生氣 他用了地質學家對不對 對 對 對那件事情 所以我只是很好奇說 欸 是也會發生這樣的狀況嗎 那件事情你沒有生氣 我沒有真的生氣 我只是覺得我還是要跟他說一下 覺得 因為我不希望他 用這種方式也去對待其他的朋友 因為他常常也跟我說他講話很直 然後我也會說啊對啊 你就稍微去想一下這樣子 然後沒想到他在 我在有這樣的對話的一個人身上 去做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說他 一方面向我去請教 或是去向我去討論這個議題 但本身在 真正去執行的時候 沒有去注意到 對 我的出發點是這個 而不是說他對我怎麼樣 我比較有情緒的點是 欸 你不是前不久才問我 怎麼樣去注意自己說話 對 結果 對 我的困惑跟疑惑來自於 因為我跟他本來之底下就會聊很多 類似的東西 對 所以我只有這一邊 我並不會氣說他 拿這個就是再重新講一次 因為對我來說那個已經沒有什麼感受了 甚至是可以好玩的 對 我老實問好了 地質學家 一開始我知道地質學家這個詞 你可能一開始爆出來成為一個 好像大家用一個標籤一樣的 你是不爽的 因為他有的人覺得莫名其妙 有的人覺得莫名其妙 但後來你好像有一段時間 你有時候會自於愚人用這個詞 嗯 然後到鬼鬼這個世界的時候 但我有點忘記鬼鬼為什麼講這句話了 對 所以這個詞 其實你的接受度是什麼 在看狀況嗎還是什麼 這個當然 你說標準在哪 對 就有人開完一下說地質學家 去講這個的時候 我覺得我那時候的自己還沒有完全跟這個詞 去做相處吧 嗯 一開始的生氣跟疑惑那是當然的 覺得說其實我的本意完全跟那個無關 再來就是你去跟這件事情 稍微做一點和解的地方 就是說喔 不認識的我 我的人 去開開玩笑 那我覺得也沒必要去真正認真對待這些 本來就跟我沒有那麼熟的人 然後反正也可以一笑帶過 然後自嘲我也覺得很OK 但是對於熟的人 我會期望這些熟的人 嗯 是可以理解我的心情的 是可以去多包容我 在這一塊我還沒有真正可以面對他的 這件事情 那對我來說鬼鬼他就是一個熟的人 然後一個我從小到大一起長大的人 所以我當然會放更多的希望 跟被理解的心情在他身上這樣子 對啊 然後我好奇了 嗯 孫華老師有沒有踩過你的雷 沒有欸 那他厲害了 他真的厲害了 他喔 我不會跟他戲跳啊 還是你踩人家的雷 我蠻常踩他 我都會去壓他 你是故意去踩對不對 因為他很多包袱 那是包袱不是雷喔 那是包袱不是雷喔 那是包袱是雷 但是包袱壓久了也會變雷 會 對對對 這條性 因為他也常跟我 譬如說 隨便舉個例子 他也常叮你啊 我覺得 我覺得他的還好 我覺得他叮我蠻開心的 因為他叮不過你 不是 是我覺得很 這個互動蠻好玩的 對 因為他我可以理解他的那種玩笑 的方式 但是他讓我會一直去壓他的是說 他會常常來跟我們說 為什麼身體越來越不好啊 然後或是說 我吃什麼都會 都會 都會變胖或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會一直跟他說 你現在這個時候 你就是要多去提升自己的肌肉量 就是很苦口婆心 你這樣講的都是很好很正面的啊 但是他都不會去做 不會去做完之後 他又會重新的再來講一次的時候 我就會說 我跟你聊這幹嘛 之類的 我就會去踩他 你就是 反正你就是照吃你的 照喝你的有糖的飲料啊 然後都不喝水啊 這樣誰要理你啊 誰要跟你聊這個這樣 你應該有講比較難聽 比較可怕的話 我差不多就是這樣 這樣還好耶 可是我們差不多就是這樣 因為畢竟他還是長輩 這兩個字踩到雷 你去講明了也好 其實朋友大家都知道 你的地雷局好友 都會知道你的最大地雷是什麼 其實你真的沒有什麼雷 你有沒有想過你自己的什麼雷 你有沒有 我幫你先問 這位 我右邊這位同事 看他嗎 你自己有沒有雷 我自己的雷 很清楚知道 講到家人吧 你說攻擊啊 對啊 比如說髒話問候到 對 我就會想說 有這麼嚴重到 要問候到我家人的部分嗎 就會炸開 其他好像都還好 因為我名字也很常被拿來開玩笑 我都覺得 對對對對對 你的名字有點尷尬 對對對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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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就是一笑代購 就是也是覺得 沒關係 那你有想過改名嗎 不會 就是我媽自己翻字典幫我 就是取的名字 我就覺得 喔是媽媽給 字很漂亮 他那個 對 好啦我們要講出來 他其實是 會寒 對對對 怎麼寫你要告訴大家 因為字很漂亮 很可愛的會 然後含養的韓 我媽媽自己翻字典幫我寫的 蠻可愛的 但國中開始一直被弄對不對 國中 那時候性教育那麼開放 我知道 除社會才理解 才突然想到這件事情 是有人提醒我 啟蒙很晚 也是 那個記者前輩們 啟蒙我才發現 有這件事情 對 真的是 當記者之後才知道會韓 對 對 大概是 你的地雷到底在哪 我們剛剛整個 光過 沒有地雷 你沒有地雷 你不可能 喔我討厭別人對我用冷暴力 我很想講 靠北邊 我想說 你不就是對人家 對 冷暴力 所以我也會討厭啊 就是 他很明顯的表現出讓你 對你很不爽 但他不會說任何一句話 來解決當下 彼此不爽的場面 然後 當我問 當我說 你到底是 不爽哪裡的時候 他不講話的時候 我就覺得 靠 就是 就是要溝通 你才有辦法解決嗎 這好像 很像 談戀愛會幹的事耶 談戀愛會啊 對啊 然後 我居然在 冷暴力很過分耶 滿過分 我居然在 開 飲料店的會議 遭受夠的大概兩三次 私下的 你跟朋友是很直來直往對不對 還是你會看 到底直來直往的定義是什麼啊 就是 對啊 幾乎沒有 不開心就會講 就會直接表現出來 你 你 你現在還是會 稍微的 包容一下嗎 當局者 當局者 迷耶 我是直來直往的人 對你是喔 我知道 因為我們必須 但是對朋友 你看我跟其他人相處 也是是不是好 那是 因為我在想說 你就是還是會有某部分的包容 就算你有不舒服 你就還是忍了 只是這個忍呢 就是一個哲學了 我不覺得要忍耶 我真的不覺得要忍 而是 你怎麼讓你真正的感受 用比較舒服的方式去說出來 我這些東西是在 不但是這個課程之下 我還有 因為最近在做這些副業 我必須要每天開會 如果開會 你一直帶著個人情緒 開不下去 不會有結果 不會往前走 所以你要如何秉除這些情緒 清楚的知道你的目標在哪裡 然後你朝著這個目標去就好了 太多的個人情緒 在我現在看起來是沒有意義的 當然你的情緒是重要的 是寶貴的東西 但是 相較於你真正想要去完成的東西 目標 你難道真的要把這些牽絆住嗎 對啊 就是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開完會 到達我們想要的結果 之後我們再來檢討 我們當中有什麼問題都可以 而不是在每一個過程都在卡 就在刻那個情緒 然後大家互相的不爽這樣 所以在這些副業當中 我也學習到很多如何去講話的一個方式 這個有上課嗎 這個我覺得都跟課程有關係 對 你持續有在上是不是 有我上上個月 上上個月才上完進階 是另外一種課嗎 還是你剛剛說的呢 同一個 然後它是有不同的流程 小豬生還在嗎 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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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長草 當老闆果然不同 社會不同的 因為 因為我看到 看到鏡子 看到鏡子 你會看到每一個人都是你的鏡子 就是 在這個會議當中 竟然不是我第一個開炮 竟然不是我第一個用冷暴力對別人的時候 我會看到 原來我以前用冷暴力在對別人的時候 是這種感受 原來我第一個開炮的時候 是這個感受 我就覺得 天啊 好大的壓力喔 然後好不舒服喔 然後會感覺到我無法往前 我會感覺到 我們今天難道要花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去處理每一個人的情緒嗎 你怎麼會是冷暴力 我有 我也是會有冷暴力的人 真的 我什麼樣的暴力都會 連賺取暴力也會 所以你到現在還是會容易 一把火起來 現在很難 很難了 現在非常難 以前我也直接就直接 砰 衝啥 會 嗯 到底在幹嘛這樣子 我會直接衝喔 我會直接戳破對方 你們現在是不會鬆啥 對 我以前是這樣 但是如果 已經有兩個人是這樣 我再加下去 哇 那今天就浪費電話錢 現在不用電話錢 你不用電話錢 真的 現在打電話是這樣 不是這樣 我不認識 這個是什麼 是這樣 反正 反正 就在這個當下 我會覺得說 不行 我沒有要再下去繳獲這一塊 即便我當下確實是有情緒被帶起來的 但我很清楚我要到達的地方 我沒有要跟你們玩這個 我說 那我們現在可不可以先把 眼前的問題解決了 我們事後再來檢討 我沒有想到反而是我去調節喔 因為以往都是別人來調節我 對 對 就是其實我 一路 不管是感情 或是對於朋友的 信任 很容易信任這件事情 讓我蠻多痛的 所以我都會痛 之後我就去切斷 切斷 切斷 以至於我這個人 到最後是很麻木的一個人 我在課程裡 我意識到 我很常用 第三者視角看我這個人的事情 明明就是很痛的事情 但是我卻允許我自己是用 這樣子上帝視角在看這個人這樣子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啊 有一段時間看到你會覺得有一種 你人不在這裡啊 就是你的魂不在這邊的感覺啊 以前 我以為 什麼時候 大概什麼時候 不好講 你說啊 你說啊 兩三年前 有時候看你出來出席活動 你就是站著 然後我就想說 人在這魂不在這 我就想說你的魂咧 雖然說你的回答還是會蠻有趣的 但是會覺得喔 你其實心並不在這裡 恭喜你中了 我看他表情 我覺得你中了 就是我會覺得 好像不是太真正的你啦 真的是這樣 我常常就是在活動當下 會想說為什麼在這 有時候看照片也會覺得 欸你好像不在這 不在這 連照片都有 有時候看 你是有什麼陰陽眼是不是 沒有 欸 這個人沒有三分七倍 這樣 看的時候覺得好像沒有什麼 太大的精神吧 有時候會這樣覺得 Oh my God 但是有一點會 如果不好的形容是叫行屍走肉 有一點喔 有時候是這樣沒有 我有時候常常在活動中 我想說趕快回家 天啊這麼明顯 現在好一點了啦 現在我很享受欸 就是我 就是有在投入在這件事情 因為我陳希其實 我有兩三年前那個時候 我其實是很常有一個念頭是 不想再做了 有一次也是很直接跟記者們說 我怎麼會在這裡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真的要這樣說嗎 就是我們後來就想說 幫你稍微 圓一點這樣 對對對 對啊所以這時候 我也會很感謝大家 真的 以前他是偏刺的狀態 他偏刺 但是又容易信任人 我覺得他很 矛盾 我相信他是容易信任人的 我現在滿開心的 就是 就是會又想要再 因為看到又更多的 可能出現 然後又加上 其實最近台灣的 不管是音樂圈或戲劇圈 都讓我感覺到 滿多希望的啦 尤其是音樂這一塊 就是很多曲風都 越來越可以被接受 或是被拿出來討論 這件事情 現在看到不公不義的是 演藝圈不公 你還是會再跳出來講啦 哪一類的 比如說就是 之前就是類似那種 製作環境的問題啊 什麼的 這樣子還會講嗎 其實製作環境的問題 我們也都知道啦 大家也都明白啊 嗯 然後但是我覺得 現在好處是 你有很明顯的 認真的劇組 呈現的結果 跟很 一般的 所以觀眾能去挑選 而且你是直接放在整片串流平台上面去比較的 你要生存下來 你就是要認真的去做這個東西 你沒有再資格寒扣 或者我他媽要一百萬做一集 沒有這種事情了 你一定要提高你的成本 來去做跟這個世界上面 至少是平均以上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比較不擔心這一塊 我還要去特別發生 因為在那個時候 我自己的感覺是 哇 就這樣喔 你們就 全部都這樣運作欸 每一個人 每一個製作公司 每一部戲 幾乎都是這樣運作欸 然後去壓榨所有的人 然後再有劇本都不先出來 這樣子 我會 我會很驚恐 我會覺得 喔所以 不管我再拍多努力 未來幾年 我還是一樣的環境 那我到底要做什麼 我幹嘛要做啊 除非我自己寫劇本 然後那時候我又覺得 寫劇本這件事情 很遼不可及 好像錢要很多 然後好像要很多的專才 願意陪你去做這件事情 才有可能 這劇本你又不是負責 找錢的部分 以前不懂啊 以前都會想得很遠啊 然後一直到你真正去做的時候 才發現喔其實沒有那麼難 其實藝人本身去跟平台談 欸是有效的喔 然後你還是可以找到資金喔 所以 種種都從這兩年開始 自己心態轉變 然後自己去經營服務業 所以發現 喔其實商場也不如 爸爸媽媽老師們 說的這麼恐怖 就好像是必然是會被坑殺 什麼之類的 對 你自己去經歷吧 爸媽全力支持了嗎 一開始我自己 你好像說媽媽很擔心你走服務業 你說服務業啊 會啦 查帳嘛 對 問他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哈哈 每一個月都要就是經歷過一次媽媽說 哇天哪這個基本開銷是怎樣 之類的 他現在百分之百放心了嗎 還是沒有 這個就帳單出來了嗎 喔 所以查帳就是你 我們會看 壓力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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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到最後還是要讓你講一下 今天我們這個主題 你有沒有一個結論要給大家 一些經驗談 我覺得還是回到 這個主題 它本身 有另外一個反面 就是 how to say yes sincerely 就是誠實的面對自己的感覺感受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太記得討好這個世界 尤其是現在網路時代的這個世界 你要多少個認同數、點擊率 哇 種種都是讓這些數據去綁架所有的人 我也希望所有的看這一集的人 我希望很多的KOL也來看這一集 因為我接觸到的很多KOL 他們現在正在面臨的事情就是說 他發現他某一支影片這樣的內容會吸引人 他所有的內容都是按照這個方式去做 有一天一定會想不出梗的 那你只能越做越極限 比方說你是要去做冒險的 你的險只能冒得越來越大 有的是比較偏色情18斤 你就只能越做越下流 那這真的是你們要的嗎 然後我也很清楚很多的 KOL他本身有一個人設在生存 就是我很常跟他們聊說 但是你們不會越覺得 就是你們會走到三兩三年前的我的那個境界就是零肉分離 你們有一天你們的東西 不再是從這裡出來的好笑的時候 觀眾也會不會被感動的 所以我還滿希望這一集是很多很多 正在被數據綁架的 不管是 我覺得你們也是 我覺得你們也是遭受到這樣的一個綁架 一片沉默 KPI 然後 就到底我們要討好這個世界到什麼程度 什麼時候我們才能真正由衷說出的 說出Yes 而不是一昧的說好好好 然後這個好又是一種討好 謝謝這位哲哩家 謝謝 給我們說出來的大道理 其實下一次我們想 做一個比較情欲的人設 情欲的人設 跟你談情欲可能比較是 可以喔 更有趣 你是不是很 我其實很多 我很多角度可以介入 我最近有最近 雖然ending我還是講一下 最近就最近突然朋友一個問我 他說 他談戀愛談得快一年 他突然他另一半跟他講了一個 講了一句話他好沮喪 他說 他說他沒有他對他沒有信譽了 然後他說我好沮喪 他就真的很認真跟我說 他好沮喪 我說你有什麼好沮喪 可以先別切掉沒關係 對啊很多 我說很多人 滿想聊的 都是這樣子啊 你為什麼要沮喪 然後最好笑的是 我就很認真跟他聊說 那請問你們現在 我想說可能是一個月一次 或已經很慘兩三個月一次 我就說你一週 你們大概還有刑訪幾次 他說三到四四 我去死 哈哈哈哈 蠻多的耶 蠻多的 不見鬼了嗎 憲哥又出現了啊 對啊 蠻多的啊 關於這樣的 如果碰到這樣的問題 該怎麼解決 什麼意思 這個沒有問題啊 毫無問題可以 如果碰到比如說 另一半這樣講的時候 該怎麼去面對 你覺得是正常的 還是你覺得 你說一個禮拜 交往一個 快一年的時候 你的另一半同樣 這麼老實的告訴你說 我沒有信譽 對你沒有信譽 等一下 你這個問題有點矛盾 但客觀看起來 他是有信譽的啊 他 他意思是說他勉強 這三四四都勉強 哇靠 勉強 就為了撐下去 所以一邊在做 一邊在玩遊戲 我知道 最近有新聞是這樣啊 有一點不好意思講 好啦 這很難回答 不會啦 不會啊 但是你要的是什麼樣的方向 我就說一年了 然後面對這個 其實我個人如果聽到這個啊 我一定會跟他說 這真的沒有什麼 這就是要經過感情 本來就是一個起伏 過了半年之後 也許又好了 本來就會有低潮的時候啊 你不能 不可能 天天都是高潮感情跟 情慾都是一樣的啊 像久了你看同一個 很贊同啊 身體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又不是每個人都叫慧涵 夭壽啊 夭壽啊 你結論真的 他本來已經零肉分離了 現在又回來了 你也常來零肉分離啊 我剛剛都很認真在聽好不好 我沒有零肉分離 好的好的 好啦沒關係 我們下一次討論的 就是情慾的話題 OK 再次這樣歡迎耶阿倫 謝謝耶阿倫 來我們家做客 謝謝 掰掰